在竹东传统市场卖鸡鸭的 阿娇姐和许爸 每天清晨两点半起来工作 已经超过四十五年 我们的兴趣就是工作 每天又摸到钱 感觉心情很愉快 他们的儿子志豪和媳妇一会 也天天和他们一起工作 是长孙 长自备的 反正就下来做 不要太好说客家人都这样 无论是养鸡 煮鸡 卖鸡 送货 全家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但是两代经营观念还是很不同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转型 店面和店面不是架工处理 跟店面在一起 对 自己这个店裤好就要 哪里有那个能力开分店 两代不同的工作官 连孩子都感受到 因为别人都想要我们家 只要兴起 两代不同的经营理念 该如何调和 周五晚上九点 公示频道 谁来晚餐 鸡鸭行李红取香